哈囉 歡迎回到阿伯的頻道 那阿伯今天要介紹的蘭花是一種產在南美洲的 它俗稱叫葉上花 它這種蘭花的品種非常的多種 那多數都是分佈在 南美洲的那個熱帶雲霧林裡面 所謂的熱帶雲霧林就是那邊中年都是有 雲霧在飄 所以那邊的水氣非常的高 濕度也很高 然後溫度的話 不會非常的高 大概20度出頭左右 在那種環境之下 這些蘭花來到像我們一般這種平地 台灣這種地方種植的話 不是非常的好種 那這一盆是阿伯種過唯一的一種 能夠適應這種平地住宅區的一種葉上花 那實際的中文名字 它也沒有 就是這一屬的 這一屬的蘭花非常多種 還有一種是 比較著名的西瓜皮 阿伯之前有種過 但是沒辦法在 沒有冷房的環境之下 長久的去種植 那之前阿伯是用一個玻璃罐把它種在裡面 然後放在房間裡面吹冷氣 這樣子可以種火 但是一旦你冷氣阿 停個兩三天沒有吹的話 室溫維持在2829 大概 用一個禮拜吧 它就會開始爛葉子 非常的快 所以 一般來說這種葉上花 這種蘭花 都 很怕熱 超過25度 基本上它就會開始熱衰竭 好 那這種葉上花 它的花這個特性是 它的花都是從 葉子的 雞部 從這邊長出來 每一種都是一樣 但是長出來的花都不一樣 有的出來的花 花會直接黏在葉子雞部 短短小小的 那這種的話 它是整串長出來的 花非常的小朵 小到一個不行 那這個時候 特別要請出 放大鏡 這樣才可以把花 拍的明顯一點給大家看 看它的花非常的小朵啊 看它的花非常的小朵啊 想要靠它沒那麼容易 小到一個不行 非常的小朵 很小喔 點點而已 真的超級小朵朵花 這種葉上花的花 基本上就是這種樣子 不會說非常的大 那這個非常的好種啊 這一個品種 只要每天澆水就可以了 這裡面的水槽 一定要它保濕 基本上每天噴水 都不會發生什麼樣 就是 爛筋的狀況 因為它還蠻喜歡 濕度高的環境 那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接殼蟲那些 接殼蟲 粉接殼蟲 有可能會在上面 寄生啊 就是 你如果有看到的話 趕緊用手把它摳掉就好了 防止它再繼續生長 花非常的迷你 就這樣一點點而已 彼此還要小 這是花 感覺 欣賞價值不高 很迷你的 很太迷你了 真的太迷你這個花 一點點而已 好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那邊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